千年传承 欣赏话音老腔粗广豪迈的表演 体验古法制作开画纸 开画纸做的时候我看了这么多 一点都没破 爆竹声光中与龙共舞 刚才放鞭炮的时候真的是战耳与龙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远方的家用五年的时间在坚守 坚守不停行走的脚步 而对于一些手工匠人和传承人来说 他们的坚守则用了一辈子 甚至几辈子的时间 在陕西省话音县 我们设置组了解到有一个系统 叫做话音老腔 在当地已经传承了时代人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用木块和板凳敲打出的节奏 也从来没有看过如此生动豪迈的戏曲表演 2016年的春晚舞台上 我在电视上再次看到了这些熟悉的老艺人 对他们依然充满敬意 话音老腔发源于陕西省话音市双泉村 双泉村位于渭河之南 这里曾经是曹玉码头的粮仓所在地 正是在这里节奏统一的船夫浩子 以及手梁驻军铿枪有力的操练声 在当地民风民俗的影响下 经过融合 形成了富含秦风秦韵 粗广豪迈的老腔艺术 68岁的张喜民 是话音老腔第十代传承人 近年来 虽然很多传统艺术逐渐衰落 但张喜民却带着老腔艺术 经常在全国各地巡演 看这是宋男男的合影 06年 06年 好像是花菊 它是小萌 这是不存心 是参加什么活动 就是 你叫陈荣氏做那个鼠 这个白鹿园 白鹿园 木屁把那个盖子床花去 白鹿园 是在哪个地方演出的 就在北京的树独剧院那边演 墙上的一张张照片 是张喜民每次旅程的记录 也是老腔艺术 近年来红火的一个见证 除了手邀到外地演出 一些名人 还特意到张喜民家中 看过他的表演 放在桌子上的这把琴叫做乐琴 是张喜民表演老腔时专用的乐器 很好听啊 你看高次 高次三个小 我觉得它这声音非常的悠扬 一种感觉 您刚才弹的时候感觉也比较轻松啊 是只要把手按在这个突出的这些位置上就可以了 乐琴起源于汉代 可以用于独奏合奏 也可以为歌舞戏曲 舒畅音乐进行伴奏 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张喜民 能够将老腔带到全国各地巡演 我们很想看一看 老腔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艺术 在采访现场 张喜民弹着乐琴 给我们唱了一段 盘牌 我家风宝节 高宝山马上瘦的伟矮 剑鱼 日不去交感 贼妙那套港亿队 老枪演唱的剧幕 多以古代军事题材 和神话传说为主 虽然已经六十八岁 但张喜民依然能够将老枪 粗犷激昂 阳刚雄昏的感觉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沙哑的嗓音里 就像揉进了黄土的陈地 沧桑无限 人面不止欢色去 老枪豪放的唱枪 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许多名人听过张喜民的表演后 都纷纷表达了赞叙 其中在华山 为金庸先生表演老枪 并获得高度赞叙的事情 让张喜民最为难忘 看看 喜观老枪皮影戏 精彩 无比 叹为观止 甲隐年 只有当时他来的时候 金庸老先生亲自给您写的 这个是干嘛用的 就是眼皮影用的 眼皮影用的 他写过之后 以后您还用过这个 这道墓吗 没有 不舍得用了 是不是 不舍得用了 因为技术才能加多头 对吧 即使咱们加多头 再一个时候 把这个报纸去了 也是一个纪念 也是一个纪念 非常珍贵 再一个就是 也能表示金庸老相声 最应该老相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哎呀 当师父 你能不能把我的小缝里边 跟我弄一下 我弄一下 他那五小小缝比较多 对 我们弄一下 与金庸在华山分别后 张喜民一直没有时间 将金庸的五家小说 写成老腔唱本 但他一直记在心里 据张喜民介绍 画音老腔不仅发源于双全村 而且还是他们张家 一直传承的家族戏 因为传那一部传外的家规 现在唱老腔的 也主要是张氏族人 简单了解了老腔之后 张喜民将他的老腔戏班的成员 召集到院子里 他们要集体表演一段 画音老腔 刚才您说 基本都是家里人 您能不能帮我介绍 这几位都是谁 行 行 行 先从这位开始 要不 叫港泛民是个大哥 您的大哥 你好 那叫港喜民老二 还好老二 这叫港市民是老三 老三 还有呢 老四还有 这个老四叫 老四叫 叫张家民 这个是唐帝叫张司机 您的唐帝 您好 您好 这个是侄子 是什么 侄子 侄子 他是您的侄子 您这头发都比他白了 还有他侄子 我都是把他摊 您好 您好 张喜民 这个是侄子叫 张家群 您好 您好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们师的 叫超家庭 赵建平虽然不是张氏族人 但因为特别喜欢老强 张喜民魄力将他收入西班 在西班里 他主要是负责 乐器的伴奏 给老强伴奏的乐器 除了张喜民的乐琴 以及二胡 板胡 中胡和铜锣外 还有许多并不常见的乐器 比如长号 我能看看这个乐器吧 看这个长号 刚才像一个魔术棒一样 缩 稍微 再缩起来 缩起来 其实很短 就像一个小号一样 你看这边的这个音筒 都全部出来 但是呢 还能变长 哦 撒劲 是吧 撒劲 跟那个 就可以变长 您能不能吹一下 我们听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 这种长号也叫马号 表演时可以用来表现 战马思鸣的场面 在所有乐器中 张喜民的三弟 张石鸣演奏的乐器 最为奇特 这叫什么 钟灵 钟灵 就是这么打进就可以了 能不能看看这个 能不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自己做的吗 中间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是放这东西的 这是个储户盒 能不能拿开看 打开看看 您这里面都放了什么工具 就放这个听圈 小刀片 然后这是敲的 你看这世界都长得太大了 时间很长了 这是牛肌 这乐器是您的父辈 聊下来的吗 对对对 这是留下来的 这个就像一个小铜铃一样 声音很清脆 您又负责这个 还有这个 这是棒子 是吧棒子 棒子 这是造物的 这是大节奏的 也是打节奏的 这是大节奏的 您在这乐队里面会 两样乐器得同时演奏 对 您这最忙我估计 了解完表演所需的乐器之后 我们期待着张喜民的老枪戏班 能给我们带来一场震撼的表演 不过在开始之前 张喜民对场地 以及我们记者的站位提出了要求 板凳要放在哪儿 不 他放在最后那个 还要飞着这儿飞着这儿 哦 会有动作是吧 还要飞着这儿 那我们还要稍微 有一点 跟您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一点距离 那我站在这儿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站在这儿啊 来好 好 来感受一下 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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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演开始的那一刻起 张喜民等人完全变了样 没有了之前的拘谨 西北汉子的豪放完全释放了出来 一人主唱 众人帮腔 用板凳敲打伴奏 话音老强兼具说场和戏曲两种特色 与讲究一板一眼高昂大气的琴枪相比 老强也更能体现陕西愣娃的愣的特点 当如同船父的号声喊起之后 完全展现了老强的粗犷豪放 更是将整个表演推向高潮 太棒了 刚才这一段主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叫做 一家那个花菊北楼然 承讽时写作的 就是塔大鳩 塔儿鳩 都是塔鳩 高桌子 底霸头 都是木头 太阳园月亮晚 都在铁上 男人向女人苦 都在汤上 男人向的园 女人坐着翻 男人向的钟 女人送着翻 我一片片 都在铁上翻 是描写咱们一个非常写实的 一种生活状态 对对对 据张喜民介绍 他们当年跟随话剧《百鲁园剧组》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 正是凭借这一段表演 话音老腔一炮而红 从此走出陕西 享誉全国 老师啊 还在交流呢 是不是 您觉得他刚才演的有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 听 这位老师啊 还在喘粗气呢 是不是 刚才您把这个板凳就突然跑到前面去 敲这个板凳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 这什么意思 这是过去的 这叫张思 我给刀伸张车一下 据张四季介绍 用木块敲击板凳的独特配乐 是由船工们用船桨敲击船棒的形式 演变而来 表演的时候可以代表骑马打仗的场面 就这么敲 哦 哦 不会把他把它给敲断了吧 不会不会 刚才看前一敲的 特别用力啊 而且这两个木头在敲接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共振 把手都震麻了 不会吧 这不往上 你看我敲的时候都感觉特别震熟 这东西 哦 空的 空的 哦 明白了 刚才我是把手贴起来 所以这样的 对对对对 老师把手 空出来的 对不对 就比较好了 这么学习 老枪的一些配乐形式虽然简单 但能够提升整个表演的气势 也充满了乐趣 精彩的表演总是让人意犹未尽 短暂的休息之后 张喜民等人再次演唱了一段 老枪的代表剧目 降令一生 震山川 据实料记载 起源于西汉的老乡 到唐宋时期 经过乐器和唱腔的完善之后 开始以皮影为载体 形成独立的剧种 明清至民国 是老枪皮影系的鼎盛时期 张喜民的戏班 最初也是叫做 老枪皮影系戏班 关于老枪的起源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但当地人认为 船夫浩子的起源 更具说服力 因为老枪的每次表演 在进入高潮的时候 都会吼着 类似船夫浩子的节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你们的演出 不光是看到了这个 老枪的这个表演 我觉得你们也是向我们 传递的一种正能量 传递一种快乐 不光是要把这个 幻影老枪给传承下去 也要把你们的这份快乐 与我们一起来分享 是不是 对 再一个就是说老枪 你如果活着 你生了七点 活着老牌 操我最冷 你就开始唱老枪 唱一段 就可以化解矛盾 你如果不唱 你有点像法 你老别的头 还容易生气 你大声以后 我就不生气了 对 有坏呀 有矛盾 不能老憋着 对 对 咱得把它说出来 唱出来 甚至把它喊出来 对 也是化解矛盾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对不对 体验古法制作开画纸 一点都没破 爆竹声光中 与龙共舞 刚才放鞭炮的时候 真的是战耳与龙啊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接手与传承 正在播出 在浙江省开画县 开画纸的制作记忆 已经失传很久了 很多人都在试图 恢复传统的记忆 黄鸿健大哥 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采访过程中 他给我们介绍了 很多神秘的古方 比如说在制作开画纸的时候 需要一种胶水 是用猕猴桃藤汁做成的 我当时尝了一口 有一股淡淡的 猕猴桃的味道 非常的好喝 不过呢 复原记忆的过程 可就没有这么甜蜜了 为了恢复传统 黄鸿健卖掉了自己的饭店 潜心专严十多年 也正是因为这份坚守 才让我们重新见识到 开画供纸的魅力 黄大哥 您好 您好 我们是远方的家 江河万里行栏目组的 我是小张 您好 这位是 这位是我爱的 大嫂 您好 您好 我们是听说 您在这儿研究开画纸 是吧 我刚才看您这量的这些 是开画纸吗 是的 这个 这是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纸做的 这个纸应该是 从数据成分上 和原来的开画纸 已经比较接近了 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哪一步了 现在在 这个叫量纸 就在量纸 这还得多长时间 才能量好啊 这个 那要好几天了 那您家里 这个有做好的 这个开画纸吗 有 能不能带我们看看 可以啊 好 听黄鸿健介绍 开画纸的制造工艺 以及配方 它还没有完全的掌握 但已经恢复到了 百分之八九十的水平 这个房间是您的工作室吗 是的 工作室在这里洗洗汁 洗洗汁 一进来就能够闻到 很浓的一股 这个墨香的味道啊 嗯 在这边有哪些 是您已经做好的开发纸 这些都是小纸样 小纸头都是 我每一期 每一期的 出来的都有记录的 哦 这是 看看这张 是您什么时候做的 是吗 上面有时间 2014年10月5号 这写的是什么 哦 那个上面是我的一些数据嘛 嗯 嗯 那您我们说说吗 这记录的都是什么 这个可以 啊 来来 来 来 这个是叫 用那个筛连操的 筛连 胃压 就是没有经过压 没有压的 密度略差 密度略差 对 哦 叫什么 提高观测度 抗水性 抗水性 嗯 pH值 7.2 嗯 每次试验结果的数据 黄红件是通过 与原来的开发值 做对比得到的 预定历代提化师 这是开心年间 扬哲诗举出版的 扬哲诗举是作为 观企 国企 那这本书距离到现在 有多少年了 差不多300年了 已经有300年历史的开发 据石料记载 开发值质地细腻 极其洁摆 连纹不明显 具有轻微的抗水性 纸虽薄而韧性强 大约在清道光年间 因为种种原因 开发值的制造工艺 突然失传 黄红件虽然没有百分之百地 将开发值原有的工艺 恢复出来 但它现在造出来的纸 已经具有开发值的 许多特性 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 开发值的特点 黄红件要进行一番测试 首先测试的是 开发值的韧性 撕这么一块就可以了 撕这么一块 我们撕下吧 这里大概八公分 八到十厘米左右吧 这里最多八公分 然后呢 黄红件的测试方式 是将一张 约八厘米宽的纸张 搓成细绳 然后看它 能否承受一个重达 二十斤的铁块的重量 试试看 你以前有试过吗 试过 抬起来了 这个 我觉得这个绳子 可以放好重的东西 还能成比它更重的东西 我能试试这个吗 你可以试 八厘米宽的纸绳 居然提起二十斤重的铁块 其韧性已经令人惊叹 除了韧性 我们还想测试一下 开化值的抗水性 我们找来了这么一盆水 然后呢 我们准备了三种纸 来做一下这个测试 好不好 看这个呢 是普通的A4纸 这个是刚才的宣纸 还有您做的这个开化值 是吧 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去测试这个抗水性 放在清水里面 来来泡透了 再看它的强度就知道 好 我来撕一段这个A4纸 将三种纸张 分别四一小块 一同放入清水中 在水中浸泡大约 五分钟的时间后 我们将三种纸 分别取出来 中间这个是开化值 我右手边的这个 是A4纸 左边的这个是宣纸 很明显 对不对 很明显能够看到 这个开化值的这种柔韧度 和这种抗水性 是非常好的 据黄鸿健介绍 开化值浴水之后 经过吹干 基本上都能够恢复如初 经过测试 我们亲眼目睹了 开化值的神奇 我们也将跟随黄鸿健一起 了解开化值 独特的制造工艺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属于绿香科的 一种叫牢花的一种植物 你为什么一直在撕它是什么 你看它里面的龙毛 很细很细的 哦 你再拉拉看它的强度 它这个有点像那种绳子一样 就是它是一层一层一层 是可以分开的 对 它的纤维体分解得很细 强度的话这样来 你再撕上 哎呀 感觉还是 我觉得它这种细毛啊 就特别像那种纸 撕开之后 里面的那种细毛一样 对啊 就是细毛一样 饶花是属于 锐香科的一种灌木之物 在中国的南方 以及西藏都有生长 开化地区相对比较集中 由于饶花的树皮纤维 比较细而且有韧性 使用它作为原材料 能够使纸张既可以很薄 又很有韧性 那像这种材料 它除了适合做开化纸 还能做其他的用处吗 古代的时候 这个就是做钱币用的 做那个银票用的 它的韧性很好 百质不老 在原材料选定之后 要经过晾晒 浸泡 蒸煮 洗涤 打浆等方式 将树皮变成纸浆 为了能够使树皮的纤维 更好地分散 每次锤打完之后 要把纸浆浸泡在水中 让纤维吸水膨胀 然后再次锤打 整个过程需要反复五次左右 大约需要五天的时间 手工打比较慢 有没有想过用这个机器去打 打出来的纸 打出来的尖 造出来的纸 和这个手工打出来的 质量不一样 会有区别吗 区别大了 有什么区别 机器打它是用油鲤打尖 打出来的是用强烈 把它扭断扯断的 它纤维的木梢 都是卷起来的 我们这种打是像绍泽一样 它这个木梢是扯的 所以手工纸的它的强度 要大于机械纸 纸浆打好后放入水中 在超造纸杖之前 先要加入一种 由猕猴桃腾汁做成的纸药 能吃吗这个 应该没毒吧 吃吗 我尝尝这个 就是很淡的那种猕猴桃的味道 您说它是胶 胶 但是 它是分离出来的粘液 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浇水的那种感觉 对 它是纯植物的 百分之百纯植物 真的是纯植物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那种猕猴桃 它那个含糖量比较大一点 可能是因为那个有一定的粘性 是吧 纸药的作用是让纤维悬浮 分散以及粘合 纸浆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超早纸张了 进去 对 这个料吃进去之后要进行震动 为什么要震动呢 它不震动的话 这个纤维和纤维之间这个粘结 它粘结不老就不能成为一种纸膜 那这个纸它就很松散 一定要在捞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 去震动吗 是 这是必须的 为什么不能在后期再给它调匀 那它已经定型了 在您超完了之后捞上来的时候 其实这张纸就已经是定型了 是的 由于开画质的纸浆非常的细 整个超早过程的技术含量 其实是非常高 尤其是咬将的帘子 比其他纸张的要求更高 为什么这个帘都这么难做了 手工的 你看这个是竹子的 做丝的 这每一根都是竹丝 黑色的这都是竹丝 这个横向的是竹丝 纵向的这个是绳 是手工编的 那要做这个帘是难在哪呢 做这个帘 这个桌丝必须要均匀 很均匀 一根一根拉出来 这个桌丝上面还散油漆 这个油漆散得好坏 直接影响到超早的难度 据黄鸿剑介绍 帘子如果太粗糙 就会使纸张产生非常明显的连纹 从而降低纸张的光滑度和韧性 超早好的纸 还需要通过压榨的工序去掉水分 不过由于开画纸太薄 为了将一整大的纸 一张张地接下来 还需要将纸放入水中吸水湿润 这是开画纸制造过程中 特殊的一道工序 如果是刚刚压好了之后压干了 能截开吗 像我们这个纸一张都截不下来 一张都截不下来 不但是我截不下来 我曾经请了两三次 抄纸抄了五六十年的老师傅 都一张截不下来 也截不开 普通的宣纸是没有这个浸泡的过程 当纸张吸水达到一定比例之后 才能将其一张张地接下来 纸张接下来烘干之后 还要使用特殊的药水进行处理 然后进行晾晒 这个过程叫做晾纸 晾纸是开画纸独有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在量纸的工序中 能够提高纸张的抗氧化性 从而提高纸张的寿命 此外纸张的抗水性和柔韧性 也是在这一工序中最终稳定下来 那现在这个纸张 如果说要真正使用起来的话 它和以前的纸使用起来 差距会很大吗 按照这个拿去的小纸样 分析的数据来看 应该和它还蛮接近的 蛮接近 但是从这个实物来看 我和它还是有差距的 只能说我现在的纸 可以拿来用古籍修复扇用 应该说是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作为一个什么用纸很好呢 就是文物上面的 那个踏片用的传踏用纸 因为传踏用纸 它要求一 韧性必须好 二 纸张要越薄好 它才能体现出它的 这个它的细微处 能够把它踏出来 所以还有一个 它的这个纸张的生命要长 所以我这个应该说 做全它用紙应该可以 对于黄红剑的研究 国家图书馆 以及一些收藏古籍的人 已经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也有人建议黄红剑 立即申请专利 开发踏片纸的市场 不过黄红剑并没有采纳 它的梦想 是将开发质 传统的制造工艺 完全恢复出来 黄红剑研究开发质 除了个人兴趣外 还因为它的祖辈 曾经是造质的艺人 小的时候奶奶跟我说 就是以前我们家里造的质 就是官纸 它们土花的官纸 实际上就是三公的朝廷的质 有时候到那个菜园里面去 奶奶不经意间就要收到 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造纸的 一种配饭也这么用的 那当时肯定不单一回事 当我自从接触了 开发质这个事之后 我就接起我的兴趣了 然后就开始 就不断地来探索 摸索的事情 四年前黄红剑关掉了 经营多年的饭店 并拿出全部的积蓄 用于恢复开发质制造工艺的研究 大哥把饭店卖掉了 一门心思地扑到这个事情上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支持他吗 那我肯定支持他 为什么会支持他 拿他钱是做他一个事业 到我家 做起来有意义 开发质又有意义 你知道是吗 所以我这样 开饭店也是事业 开饭店又能挣钱 过的日子也能好一些 开饭店叫职业 我的理解是职业 开饭店是职业 研究开发质呢 谁都会弄 研究开发质 现在开发没得弄 所以我肯定很支持他 虽然物质生活不如以前 但妻子和儿子 都给予黄红剑极大的支持 对于未来 黄红剑尖刑 自己恢复开发质 制造工艺的梦想 一定能够实现 在炮龙发源地 爆竹声光中 与龙共舞 刚才放鞭炮的时候 真的是震耳欲龙啊 拜访炮龙传承人 看竹条沙纸 如何幻化成龙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坚守与传承 正在播出 在广西壮族自立区的 宾阳县 同样有一群人 在坚守传统 每年正月十一 这里都会上演一场炮龙节 当地村民将爆竹爆炸 留在身上的伤疤 被看作是勇敢者的勋章 这样的习俗 已经延续了几百年 你看现在这个炮龙 就已经开始了 那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当地炮龙协会的张老师 你看这些舞龙的演员 他们都是光着膀子 在这边已经走起来了 张云珍告诉我们 舞炮龙第一步 是《青龙下山》 也就是开光 开光前 炮龙的眼睛会被蒙着 舞龙队员们已经准备就绪 摩拳擦掌 等待将要开始的狂欢 师傅您就这样把鞭炮都挂在身上 等一下再点牙齿给你们看 那点着了就这样 让他在身上 身上这样爆开吗 这么多伤疤 那身上有这么多伤疤 您还要把它放在身上 都是男人的工心章 很自豪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5 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参加这个炮龙的 小时候 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舞龙 集时一到 开光仪式开始 点了龙青吼 神龙苏醒 煞世间 金龙舞动 万炮齐发 广场一下子被爆竹 声光包围 炮声震耳欲聋 火光闪烁不停 炮龙在场上四处游走 随着龙珠昏云吐火 上下舞动 犹如腾云驾雾 穿过电闪雷鸣 从天上来到人间 向人们播撒 幸福吉祥 人们则把点燃的鞭炮 扔向龙头 希望神龙能给自己带来投影 爆竹和篝火 映轰了天空 把热情传递给现场的每个人 这种刺激和震撼 声势十足 让世智组成员感到非常的兴奋 张云珍说 炮龙节当天 会有几十条龙出动 舞遍全程 场面更加壮观 只要炮声不停 炮龙就不会停 即使通宵达旦舞龙 人也会不惧疲累 坚持到底 现在大家是在干什么 怎么都没过来了 当女老校从龙住下装过 就是意味着得到神龙的保佑 吉祥平衡 健康强盛兽 也是一个吉祥的意义啊 大家都在这底下 等着要能摸到龙的肚子 要得吉祥哦 神龙的全身都能带来好运 人们都希望能分享这份运气 扯一块龙皮 抓几根龙须 能带来一年的好彩头 炮龙舞动的时候 人们都陷入了狂欢之中 舞龙的人们更是兴奋忘卧 这就刚刚炸伤的 看看我背后全都是 这么多 疼不疼啊 我跟你讲 我朋友发动挨炸的时候 就看见那个十八四个名字 看着爆猪爆开就很兴奋 我看看这个龙头 你看这边都是被炮猪 刚才炸过的 你看这整个龙啊 整个整个这个龙头 基本都已经被炮猪给炸穿了 这些只是小的 这都小的 都是它没干 因为它没有五多长时间嘛 张允珍告诉我们 舞炮龙之前 会事先安排好每条龙的路线 每条龙负责领路的 就是在队伍最前面的活药手 一般来说 活药手 由五龙经验丰富的人来充当 他们之前都舞了多年的龙头龙尾 那龙头龙身龙尾您都舞过 现在来当火焰手都是退居二线了 对对对对 一个重要的退居 但是您是在整个五龙过程当中 龙队伍最前面的啊 对对对 一个重要的环节 因为它这个炮龙火焰啊 它其实它有寓意的 它代表着这个炮龙 吞云吐 它有一种艺术景象 在舞龙的时候 火药手会随身携带一种黑火药 向上抛洒在火把上 让火焰瞬间烧成火球 就像炮龙吐出火焰一般 非常有气势 记者张萌路也很想体验一下 可以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一 三 二 一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关于炮龙节的喜源 众说纷纭 其中有一种说法 是在北宋年间 当地的将士们 与外来敌军交战 很长时间都没有分出胜负 两军就陷入了僵持的状态 后来有人出谋划策 挑选了农历张远十一这一天 在城里边舞龙边放炮 张灯节彩十分热闹 过节的景象让敌军放松了警惕 结果将士们突然袭击 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最终大获全胜 从此农历正月十一就成为了炮龙节 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这位师傅名叫周玉特 这些表演当中用到的炮龙 很多都是他制作的 他从十五岁开始学习做炮龙 从事这门技艺 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时间 现在您家里还有再加这个龙吗 基本的办法 但是卖人跟我订购完 但是龙还放在我的家里 家里还有啊 还有 那等明天我们能到您家里去看看 您在家里做的龙吗 可以啊 大家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 但是每逢炮龙节 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 舞起炮龙 把祝福送到千家万户 炮龙 不但是当地的独特习俗 也是联系亲族 邻里 感情的牛带 第二天一早 是这组从宾阳城区出发 车行十多分钟就来到了周玉特的家 这边为什么会有孩子 会有两个小朋友在上面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民间 业势叫做彩飘 彩飘 当地又叫做油彩架 是一种兼具技巧与造型的艺术形式 通常由几个四到八岁的孩子 扮演一定场景的特定角色 他们或是站在刀剑一侧 或是立于指尖之上 看上去既神奇又惊险 那这两个小朋友 他们是怎么坐在上面的 有什么装置吗 这个是有装置的 我看他们这个裤腿里面 好像是有一个管子是吗 是啊 那怎么给他们固定在上面的 这个固定一般我们搞这个彩架 一般我们里面的道具 我们不能相外通过 不能相外通过 还是秘密啊 邹宇特告诉我们 油彩架在当地有上百年的历史 正月十一那天 被选中的孩子们 就会被抱上精心设计制作的彩架 参加盛大的游行 接受人们的喝彩与灿叹 调整完彩架 邹宇特准备继续制作 没有完成的炮笼 做炮笼需要相当的技巧和耐心 跟父亲学习做笼的时候 他还有工作 都是利用晚上和休息日的时间学习 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 终于独立完成了 自己的第一个炮笼 有了几十年的磨练 如今制作一条炮笼 只要十几天时间 他说 其中最难做的就是龙头部分 我们做龙的时候 造型的时候 就是开始 就是在龙嘴巴的造型 造型呢 下绳比上绳短 15公分 这个比例才是最协调的是吧 您做过最大的龙头有多大呀 我做的龙最大是6米高 6米高 得有两层楼那么高 那6米的那条巨龙 您做了多长时间 对 差不多我杀个人去 大概花了差不多40天 过一下 龙头龙尾有竹灭杂质 做成想要的造型后 用杂质杂牢 一条龙至少有一千多个捆绑点 用来捆绑固定竹条的杂质 看上去很薄 但是经过揉搓后 非常有韧性 很结实 杂质泡龙的竹片 是一种当地叫做牛筒竹的竹子 这种竹子皮薄韧性好 是做泡龙的好材料 试试它的韧度 可以吧 能弯成这样 还能再弯吗 可以 还能再弯 可以啊 是能把它卷上 你先拿这个手 把它搞弯 你想要多大就多大 要多小就可以了 周宇特说 它一般会选择 生长了四年的竹子 这样的材质 水分少 不容易生虫 可以让泡龙更加结实耐用 泡龙表演虽然精彩热闹 但制作泡龙 则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坚持 周宇特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来学习这门手艺 把冰阳这项独特的民间技艺 更好地传承下去